歡迎收看我們mixplit的定時節目煮食技巧 在這幾分鐘我會和大家透過一些基本和簡單的醬汁或菜式去分享一些小技巧 今次就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如何煮香料油 首先告訴大家今次會煮哪幾款 第一款是蒜油 第二款是檸檬油 第三款是煙燻油 其實之後我再煮了多一款 就是加了蒜頭、滋鹽和豆蔻 不過因為流時煮 所以我就沒有在這裡展示出來 在煮之前首先要多謝Best Buy Shop 今次贊了我們兩支Divo的油 一支是特級初榨的橄欖油 Extra Virgin Olive Oil 另一支是米糠油 Rice Bean Oil 如果大家有興趣想買的話 可以用我們MISDID專用的Promo Code 詳情就會在下面的Description box就可以看到 進回正題 其實做的過程都很簡單 首先我們就把蒜頭打橫開半 可能觀眾就會問 為何不去到面頭的一層衣 其實第一個原因是因為方便 其次就是因為 其實當你做完蒜頭 蒜油出來 我們還是會隔離 最重要是我們肯定沒有髒就可以了 對半切完之後 就可以放在真空袋裡 然後就倒油 基本上倒什麼油 是取決於你的用法 如果那一款香料油 你是會加熱的話 我就會建議你用普通的橄欖油 又或者好像我這條片一樣 用米糠油 原因是因為特級初榨的橄欖油 它的煙點會比較低 大概只有190度左右 聽到這裡 大家可能都一頭無水 讓我先跟大家普及一下 什麼叫煙點 煙點就是說 會產生油煙的溫度 情況就等於 肺點是水會沸停的溫度 由於如果到達了煙點的話 就會衍生出一些自然的物質 這個就是為什麼 人們通常炸東西的時候 會用菜油居多 而不是一些牛油的動物油脂 原因就是因為 菜油或者一些種子的油的煙點 會比較高 所以就以上一條片做的油醋汁為例 我也是會用特級初榨的橄欖油的 第一個原因當然是因為這一種橄欖油 帶有濃烈的橄欖味道 其次就是因為它的煙點比較低 不適合高溫煮食 所以通常這一款的油 都是用在最後淋面 又或者是在冷盆上面 細心的觀眾其實都會留意到 我第一代的蒜油是有落到米糠油的 其實原因是因為 將另一款煙點比較高的油加進去 是可以提升本身的油的煙點 情況就等於是有些人煮牛扒 除了下牛油之外 都會下其他的油 例如可能是菜油 花生油等等 令到牛油沒有那麼容易煮 下完油之後就可以抽真空 這個步驟就很重要 因為如果裡面有空氣的話 蒜頭又或者其他香料 有可能會浸不到進去油 而令到它不能夠出光它本身香料的味道 之後我們就可以著手做檸檬油 其實所有的香料做法都是一樣 摺一個做檸檬油的時候 我們只需要檸檬皮 這次我就用了MicroPane去刨檸檬皮 如果觀眾家裡沒有的話 其實可以用一個普通的刨皮器 不過之後記住要去除白色的部分 因為那個部分是會帶有苦味的 那麽搞定了之後 一樣都是倒進去的 然後抽真空 這次真的完全用了 特級初榨橄欖油去做 原因是因為通常 我們都會只是用它來 混合沙律或加在表面 最後就做煙燻油 首先要準備一塊蘋果木 然後用火槍去燒 其實基本上應該要燒一整塊 不過我不想煙燻味太濃 所以我只燒了表面 然後整塊放進油 不過一定要先倒油在真空袋裡面 否則蘋果木就會燒穿真空袋 這樣觀眾可能會有疑問 之後油可能會有木碎 不過其實都不用擔心 因為之後都會隔離 不過這些步驟將會 等我用它們的時候 再分享給大家知道 這條片主要是分享一下 怎樣做 讓我們先先做 當所有東西都準備好的時候 就可以用市面上買到的慢煮器 準備一鍋60度的水 原因是因為大部分的香料都是油用性的 加熱是可以加速它出味的結果 不過我們現在用的這種橄欖油 當超過了60度去加熱的時候就會變苦 所以我們都要注意一下水的溫度 當你看到適合溫度的時候 就可以放了我們已經抽了真空的油 下去浸它一至兩個小時 夠時間就可以拿起 然後就完成了 那就可以把鍋放進去 又看到它們的水溫度 如果要在一起的話 我們就在一起的話 就可以拿出到的水溫度 就要記錄一下 到處理性把隔離 就可以拿出水溫度 然後就把它放在水溫度 然後就讓它放進去 那我就把它放進去 然後就讓它們 一起進去 然後就讓它們 看完這集之後,記得LIKE這條影片和Subscribe這個頻道 如果你想到任何菜式,想看我怎樣做,又或者對我剛才做的東西有問題或者意見,就一定要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最後當然要支持我們Instagram,不單可以跟蹤我們最新的動態,而且還有不同餐廳的食評 不想錯過的就馬上follow吧,下一集再見,bye bye